其實這個 這不是危機處理問題 這個已經很難處理了 那剛才你遇到了 那侯友宜怎麼去面對 這個確實 我是覺得 侯友宜本人 還有他的幕僚都有 都有問題 侯友宜如果重用像優秀的李明顯 你不要在那邊 我嘻嘻好不好 明顯是不能苛責啦 我相信他也知道 政治人物 不要搞錢 不要投資 你一般人可以 對不對 你說 當當房東 房東 當房東每個月收房租 是很高尚的職業 很多人夢想中的 屁事不幹 對不對就發財了 很多人說拼命想 第一 以前不是移民到美國做育工嗎 很多人都有這樣一個夢想 對不對 投資土地 難聽的就是草地皮 台灣有多人在做這種事情 所以土地會漲 那一般人可以 那你要是參與政治 就是你就要這樣一個覺悟 尤其你要選總統 你就不要去搞錢 不要去投資 這是最基本的 一個底線 人民不會接受 你說侯友宜的 那個什麼文化大學 我覺得不只是租金櫃 我覺得整個過程 那個心機 心機很重 例如 一百零三個門牌號碼 誰會這麼搞 你會逃稅 叫結稅 就因為在那個比例之下 他不用付房產 保護稅 結稅是人民的權利 但你搞一百多個門牌 一般人會接受嗎 你就是 不可以交稅金給政府 那一般人可以啦 我要省錢 不行 總統可以嗎 你要算總統 而且你看 他們的公司 他社交公司 大家知道嗎 叫什麼 幼玉 這應該 幼玉嘛 這應該算命的取的 這算命有一套 取幼玉真沒 參與兒的名字有一個 有一個字 聊起來的啦 不管啦 不管啦 但這家公司 就是 成立起來 收房租嘛 凱旋運就是這家公司收的 這家公司 沒有勞健保 表示他沒有員工啦 他也沒有 也沒有一個辦公司 沒有勞健保 就單純一家紙上公司 就是為了來 不是啦 俊憲我跟你講 這件事情為什麼開公司 你知道嗎 當初為了給學生開發票 為了結稅嘛 為了開發票 如果不開發 其實那時候給學生住房子 我是文化大學學生喔 我在那邊租四年 我什麼時候有拿過發票 這個是有開發票的啦 開發票 開公司發票 這賺很多錢 開發票是要繳稅的 你是在 公司的營業稅幾趴 如果用租住房地產 是只有三趴 你多少房東 如果你是用個人的話 就四十趴 好 明顯又講一個重點 多少房東開公司 可以 但你選總統選嘛 如果你這樣算啦 至少是開發票 現在房東有誰有開發票的 我跟你講 第一個他是為了 他開發票 不是為了說 便利給學生或幹嘛 他是為了結稅 他是為了省他自己的錢 他連發票都可以省下來啊 2011年 清五萬嘛 他租給文化大學 對 2017年 那時候被踢爆了嘛 你知道一年有漲漲漲漲多可怕 大概從1500到2017年文化大學一年要給他變 2010萬 這個就負利在繳很可怕 你如果讓他到沒有踢爆 讓他到2035年 一年一年要三千五百多萬 你看文化大學簽那個約 真的是 這是很可怕的 好 然後 到被踢爆為止啦 還有這個企業踢爆了啦 侯友宜一共收了一億兩千多萬的房租 他如果 用個人繳稅 跟公司繳稅 他省了兩千萬的稅 就是說他 他各人要繳40%的稅 跟他用公司繳個38 一年大概差 差兩百萬 差兩百多萬 七年又差兩千多 兩千 兩千萬 多一點 這個就是 你基本上就是完全做生意的心機 這沒關係啦 一般人可以 選總統行 還有你剛剛那個買那個土地嘛 那個什麼都更我都更不都更 對不對 坦白講 這個就產生了一種 落差啦 什麼落差呢 因為政治人為什麼不能做生意 落差在這裡 第一個你有權利的落差 嗯 你可以決定 融機率多少 你可以決定都更嘛 對不對 第二個有資訊的落差嘛 你會早知道 因為你 規劃都在整個 為什麼有些 有些地方的民代 就很容易吵地皮 因為他資訊不對等 對不對 權利不對等 所以搞政治為什麼 不能去碰這種東西 原因也在這裡 不管用什麼理由 民眾都不會接受 好如果你真的去草地皮也沒關係 政治人物 你就不要再參加什麼 什麼土地正義的遊行 對不對 海道 柯文哲也跑來 侯友也跑去 你應該說不好意思 因為我在土地上賺很多錢 所以本人不適合來參加土地正義 我是包租公 土地正義 我迴避 你差很多島 你就比較老實 你就老實跟說 根本是小李飛到我 我們就不會怪你 原來如此 老實 彤彤捐出來 那我們就覺得 你老實 凱旋不能關 那很多錢 對不對 凱旋 那蔡總統也要先捐啊 房產也不少 侯友也捨不得 但人家沒有拿出來 做生意探擠 也沒有拿出來 招香碎金 所以 所以你說 今天民眾最大的 不滿 我覺得就是 一定是相對剝奪感 他不能容忍 就是政治人物 你怎麼可以去做這種事情 所以 你在怎麼解釋 法律上解釋 剛明顯記憶也講到重點 這不是法律問題 這比較實在 你政治人物 你不能經常說法律 法律嘛 對不對 我剛剛講的 你資訊不對等 你權力不對等 那就這個不是法律問題 在這種狀態下 其實你就不可以去碰 剛剛那個李正浩提的 那憲德他太太為什麼要 全景調職 因為他在臺電 他會辦一些跟市政府 相關往來的業務 他就不跟人家說 他就雕獄高雄 那你當行政委員 他逃無可逃了嘛 他就退休了 不然他如果升職 人家說 你人做行政一定有所謂的生活 對不對 那有沒有要求他這麼做 也沒有啊 那你就要自我要求 因為人言可畏啦 所以你 你都知道這個事情敏感 你就不要去碰 如果你是一般人可以 政治人物 就要有基本的覺悟了 OK 明先生可不可以問一下 在整個接下來這15天的工法 你可以隱隱然感覺到 綠營不會放過這塊 當然啊 對不對 那對藍營來講的話 包括賴清德的你說外人家那些 會繼續往下打嗎 還是要去開發其他議題 這個議題 止住了嗎 沒有啦 外里老家那個已經捐贈 已經捐贈公益的時候 這怎麼打 所以你包括GPS定位那一些 套圖那一些 其實都是肢節問題而已 用第一來講 那台沒辦法啦 你去殺那個問題 怎麼可能啊 那清德民調在 在應該每一島前幾坡有掉下來 就是事實 可是當他停損的時候 你去公那個議題 不可沒有沒有意義啊 可是明先生攻擊是最好的方法 對你們來說怎麼辦 攻擊是對於兩邊 各自動員是OK的 動員自己 對於動員自己鞏固自己基本盤 是沒有問題 現在雙邊上雙邊膠著在那裡的時候 你現在是要爭取中間 第一個包括柯P的地方 有沒有可能 從柯P跟侯友宜之間 有沒有發生氣飽 把柯P那一些挪移到這裡 第二個 中間選民還沒有決定 有一票這一些 這些不是靠攻擊就能拿得到的啊 所以明天的辯論 除了攻擊之外 更多的是提出牛肉出來 你如何感動這些人 因為明天是最後一場 三個人會站在一起 同時在一個舞臺上 所以第一個 元旦會更精彩 副總統那一場 他畢竟副首副首不一樣啊 正的 畢竟副首內場看熱鬧比較多啦 然後這樣我同意啦 包括檢驗房產人格 包括所有都該檢驗 部分法律上站住腳 第二個就是說 在社會觀感上 如何去扭轉 該澄清的還是要澄清的 那明天是要透過未來 閒溯國家的願景 包括政策牛肉 還是有重要 所以包括侯友宜 昨天提出來嘛 包括勞工放七天假的問題 還有包括第二次 包括那個宿舍的 這個要捐作社會宅 還有所以明天關鍵 明天還有 只是說我不曉得 明天關鍵一集的牛肉是什麼 當然拭目以待吧 藝副整個看起來的話 其實在台灣打選戰 憑良民黨負面選戰 最容易得分 就是對方只要垮掉 那你基本上坐在家裡面 搞不好都OK 可是現在打起來看起來 藍綠兩大陣營針對這個議題 你看前一陣子包括 民黨民主黨許立民還直接講 接下來 他們會針對包括 侯德凱旋業 現在又多了一個新莊的地的 然後包括磕的那個農地 你會繼續往下打 可是看起來 藍營如果照剛明講講 未來要走的是牛肉啦 或所有的這些 那綠營現在就是在 柯跟侯之間 那個民調的麻花爵 就你們兩個最好差不多 那如果這樣對他們最有利 所以未來這邊就是這樣玩嗎